我個人Outplay要來看他是皮卡 Ash短兵相接來到控制室 這邊查點先查右邊左邊一個甩槍回來 成功爆頭帶走Pencil 雙P對位之前用皮卡拿下了手殺 喔這個又是一個速報要炸死人啦 丟得漂亮啊舒服雷 這兩顆雷是真的舒服 這一回合跟上一回合都讓對方舒舒服服的上西田 喔但是一講完Pencil直接抓到了皮卡位置的隊友 小寶的一箭之仇 但反正另外一次的追破列比1K2嗎 持續的閃身 最終成功把對方放倒掏出小槍 處決了喵咪 在最後的12秒是一個2打1的殘局 小寶重殘 惡魔貓男想要下包 但是這一波對槍小寶是直接被放倒了最後的5秒鐘 惡魔貓男有這個膽識嗎 沒辦法被JSK 這就是大JJ的大腿之力 對而且我只能說 兔毛在這一把他拖的時間很久 拖到是對方 這邊已經下包了 沒0繼續扛 但是這邊反而臨死之前也沒有讓自己的隊友成功裝包 一瞬間 石油Pencil你跟Z-Tex 帶掉了對方3名成員 哇這到了5對3的人數優勢 那這樣子的話一瞬間再放倒一個 而且眼淚還可以再靠著宣長城的槍線 116卡咪威力無求 再殺一隻 宣哥單回合三連殺 四連殺 夸抓Kill 完勝回合 好我們看到李葛恩選手這邊直接從走廊往前推往紅梯方向 他等一下會對上的是插吧 對這時候一滴先在被料門口先收掉了BOSS 這時候 诶 Sino漂亮 哦呦差一點點 補得非常及時選擇拿出補氣再收掉插吧 已經來到雙殺這個漂亮非常完美 是舒服雷卡在三樓 剩下兩個人是卡在二樓 所以基本上二樓只要卡好 然後舒服雷看有沒有機會再投一波 哇這一波玉看沒有命中但是白梯這邊是有人掛了 但是這一個 哇好可惜 等一下剛剛那個爆破蛋 插吧這時候也收掉了一滴 那我們可以看到礦場這一波交戰將會是由舒服雷對上插吧 但是這也已經把它收掉現在人數來到二對三 這邊下包 對而且這時候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因為 舒服雷已經摸到了是二樓的位置 他已經把垂直面架好了 所以你這時候基本上不太可能再下包 而且怎麼都沒有人 不是你們有沒有人意識到他是從樓上殺你們的 對你們有沒有情報在溝通說對方是從樓上在打 你們這樣一直不斷滲透變成一打一的局面 他這場不是裝硬直氣哦 你們沒借口啊 人家這名字超大聲 再一個C4 哇 舒服雷這個四連上五 我覺得他這禮拜highlight非常多 欸好狼狽這個蹲 欸剛剛有其實有進他的畫面哦 他有意識到對 對 直接哇抓到你在看車 漂亮